好 玩具TV第十八季第九集 接著要介紹的就是後玩 現在才出貨 原本應該是上年介紹 一半年差不多 知道嗎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Tamachi Nation 2020其中一件賣品 我都叫做CAMAND LIDAR-01 SHINING HOPPER 第一個強化形態 而且這也是一個很短暫的過渡形態 真是好東西 不管理你 如果你計算玩具 除了裝動之外 不只SHF會有這個方法 本身始終不是一些很受歡迎的形態 或是過渡形態 擺在限定 甚至是EVENT限定 都是一個聰明的做法 當然你問我 整套ZERO-ONE的拉打設定 我想暫時我認為史上最美麗 最美麗的意思是每一個都美麗 不會突然之間說是頂部什麼來的 是的 這樣的情況 好 真是看回這個Tamachi Nation的限定 習慣地 都會是這個 粒入式的外盒 真真正正是那個 這個系列永遠都有一個外套 其實很美的 始終都是叫做會場限定 但既然是限定 亦有限定的傳統 你老美真是沒有什麼配件 好老實說 因為這隻玩偶 它自己真是 紅家祥 其實它也算很多了 你看它有多少手型 不就是手型 手型度真是十隻 十隻 十隻 現在轉一個圈給大家看 看到其實Shining Hopper 就著外形 它和這個正常形態的 Zero One 那隻螢光王 是同一隻膠料 所以大家看下去 當然如果用這個 鏡頭去看 拉高一點 你會看到 是蠻漂亮的 不過如果你是 握上手 實物的話 其實本身那些黃色的膠 是膠的 當然 可以看回正面 你會看到它的主色 也是螢光黃邊 黑底 金邊 黑底 也會看到一些光澤黑 以及它的皮肚 有些網紋 有些啞色 撞出來 當然其實是不明顯的 但是它本身有些金邊 做了一點絕呢 其實 這個形態我都很喜歡 其實這個形態 是很貴氣的 黑色撞金色邊 其實我覺得它這個形態 比阿修還有型 如果你問我自己 它至於黑黃色 阿修不是說它不漂亮 但是它更加瀟灑 阿修贏的地方就是 胸口有一個 圓圈 類似Arc Reactor的圓圈 因為你見它本身這個設計 它的胸口比較寡 我亦都不否認 另外一個 阿修的形態 如果它的顏色 不是藍色的話 沒有了這個 藍色的color tone 更加漂亮 公有形式 所以 怎樣都好 今天真的要玩一下 好坦白說 你玩SHF 就著可動性 也不用擔心 銀色的領 頭 因為它本身 沒有什麼包袱 它本身不會就著 關子 什麼妨礙 你看到頭是可以撞到很低 跌了錢都可以撿回 本身因為胸口和頸 頸和頭都是有兩折的關係 變成頭的可動性很高 亦都不會說 很大漲 雖然這兩個高嶺雖然很高很長 但都沒有撞到它那個可動性 對呀 所以真是不錯 因為多一句 它本身的外觀 相對性比較簡單 而它也不會看到有什麼地方很多傷色 老實說 所有的螢光黃件都是分母的 優點來的 OK的 另外黑色是啤膠 金色就拉上去 所以就著QC來說 你很難出得不好 所以如果真的說QC這隻是很高分 最怕金邊有些比較幼身 可能會有少少危險之外 其實這隻真的不錯 不過按照你不是找手指掛也沒有事 好了 肩 你會看到 是拉出的可以 噢 可以放到它的封鎖 雖然 它有肩甲 有少少妨礙 它也有些基本可動 但是 90度是沒有問題的 拉出了 我都會看到一些手臂的造型 去彌補 變成穿崩位也相對少了 橫軸 對摺位 Over 90度 對摺就不可能了 因為它只是靠一個關節 不是二重關節 但是已經很足夠 因為已經很自然 Curve位也很漂亮 正常的 球形關節 變成可以 隨心所弱扭手腕 身體和腰 一貫 用了兩節的關節 胸部和腰部 變成可動性 是可以的 但是你說的幅度是否很大呢 我就不敢說 大家看到它向前彎 那個幅度不是很大 但是就足夠 前面其實也沒有什麼破綻 因為它本身的可動 幅度也不算很大 不過夠玩了 左右就正常了 你可以扭到180度 OK了 腳 一般的90度是走不掉的 再拉出一點就可以再踢高一點 幸好這隻東西真的走瀟灑路線 腰部沒有裙甲 沒有東西頂住 可動性 還有本身 Zero One的拉打設計 也有想過這 所以不會很累積 漏浦 因為它都是速度型 是 大腿有個橫軸 膝蓋 大腿小腿 一如以往地 用了雙重關節 所以摺得出來也很漂亮 腳腕 讓我這樣看 容易看一點 向外接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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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貼地性一定不會差 好 另外也可以鎖住它的 腰底 Zero One的Drive 它的鍵是否都可以拔出來的 有沒有可以拔出來 嘩 倒油的 能否焦點到 焦點到 OK 行行行行行 好像上得比之前的更漂亮 同級的 好像有時候要加一些寶品 好像有一點 看見到蝗蟲的標誌 極限 都可以很清晰地表達出來 它也有油度 所以Key是不錯的 看完這條腰帶 我又覺得它是有心機過Saber很多 Saber被人咀完 原來我又覺得應該會更好一點 希望接下來的書仔會更好一點 因為腰帶也是 拉帶的實力 靈魂 靈魂 好 不斷擺放多一點點姿勢 不過這個模式真的用得太少了 對 因為你很快就已經推出 對 很快 可能兩集左右 A South Shining 我不太記得 A South Shining 好快 我相信就著本身的 A South Shining 的評價那麼高 它相對出的產品 我相信受福利率度都會高 而我自己來說 坦白說它到現在都未出 A South Shining 全價場你想怎樣 其實它還有兩個 如果你硬計A South Shining 其實它還有A South Shining A South Shining 還有A South Sh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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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給我啊 大佬 剛剛劇場版的那個Hail Racing 其實它應該還有三隻 你問我 其實真的還要推出 Lucifer 是啊 很多東西 我最想最想推出就是這個滅亡信蕾 你還給我這個滅亡信蕾 大佬 會有的 我覺得消瘟 你說是排隊吧 對呀 太推出 剛剛有影劇 又霸一下位置 對呀 今天另外一個比較爆料的影劇 那就多一句 Black 剛剛推出的時候就八百多 現在就是六百多 影劇 影劇會怎樣呢 當然啦 早買早享受 這個當然 遲買是不是便宜兩塊呢 我不敢說 這隻真的很難說 有愛就入啦 對呀 有愛就入啦 怎樣都好 喜歡拉打的朋友 我這隻其實就著玩完的感覺 都不錯的 雖然配件少 但你真的連把斧頭也不給我 也不給我 但它好像因為這個形態 好像確實好像沒有用那些武器 好像真的 因為 這個速度很快的 它本身 就是玩的速度 進化的方針是計算對手的動作 以及用高速的方法去制敵 無論如何都好 喜歡的 這隻其實我也推介給朋友玩的 希望大家將來可以用一個合理價 去入賣影劇 那就更加理想啦 那我們還有 還有嗎 看不到 32分 我今天搭的士就不要緊 好 稍後見 好 稍後見 這個 這個幫你收 謝謝